李崇德一位美国的传教士 1902年的6月16日 出生于美国伊利洛州的原野市 李崇德在18岁归信主耶稣 之后立志做传道人去海外宣教 所以决定去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深層 毕业之后 在1926年的3月 接受差派去到中国宣教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 外国的驻华机构 为了保护自己桥民的安全 包括英、美好几个国家 纷纷下令撤桥 而在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 被逼撤离到沿海的城市 令到宣教的事工大受影响 当时既年轻又充满宣教热成的李崇德 刚刚来到中国 难免感受到挫折 就是这个时候 被他遇到以前在神学院的女同学 康荣喜 他向于故知 大家都同系宣教士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代入爱河 在1927年的10月 他们两个在上海举行婚礼 结婚之后 神就为他们开路 令到这对新人 在困难的局势下 竟然可以顺利地 一起被差派去到云南 他们立刻出发 向当地的少数民族宣教 1929年的6月 他们的儿子出世 过了没多久 另外一位资深的美国宣教士 高曼也来到云南的新池 帮李崇德在那里的律宿族宣寨 开查经班 令到他们在当地的福音事工 有极大的扩展 很可惜 就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 高曼突然间病了 还在同一年的8月5日过身 自此之后 在那个地区的宣教重任 就交给年轻的李崇德 一个人承担 李崇德不单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忠心的全港福音 为了要弥补宣教工场人手的不租 同时帮助当地教会 能够靠主站立得稳 他好注重培训当地的传道人和义工 根据他在1932年所写的宣教报告 除了全力做圣经的翻译工作 他还培养了一位律宿族的传道人 帮助他照顾整个宣教工场 并且有15个义工经常出去传道 除此以外 李崇德亦都在律宿族的教会 培养出三位女传道人 使他们可以教导 并且照顾女信徒 李崇德亦都去到 景婆族和善族 这些少数民族 穿债传福音和建立教会 1935年 他在景婆族 建立了一个新的宣教站 在这段期间 李崇德亦都和其他的猜会合作 再加上景婆族的基督徒 一起完成马可福音 景婆文的翻译 也都做了真理信仰文答的翻译 在1937年的年尾 为了提高信徒的信仰质素 李崇德开始为律宿族和景婆族的基督徒 开支圣经班 用众文、律宿文和景婆文授课 到了1938年的圣诞节 他更为四个景婆族的信徒施洗 李入批是经过信仰文答及格 然后受洗归主的景婆人 虽然经过很多年的劳苦 李崇德才能令到小部分当地的人接受福音 不过他坚持不轻易为人施洗这个宗旨 这个地方当时流行吸食鸦片 民风又好勇斗狠 所以就算有人听了福音之后 唯愿意信耶稣 如果他们不肯解食鸦片的坏习惯 还保留好勇斗狠的圣情 李崇德是不会和他们施洗的 他宁愿等到这些人的生命有明显的改变 真正被福音所吸引 甘愿脱离过去的恶责 才肯为他们洗礼 所以虽然当时受洗的基督徒人数不多 不过日后他们都成为当地坚信福音的见证人 到了1940年的年初 有两个香港的年轻传道人 来到李崇德的宣教所 想跟他学如何向少数民族宣教 他们跟着李崇德去到不同的村寨探访 报导和带查经班 当他们见到传福音在景颇族开始有成果的时候 都觉得很兴奋 到了二月中旬 李崇德夫妇和这两个传道人 分别去到不同的村寨传福音 他们本来约好在一个星期五回来会合 但是等到那天的夜晚仍然见不到李崇德回来 当时大家都很心急 他们一直等到第二天的上午 才见到律宿的信徒将李崇德抬回来 原来他突然间觉得身体严重不息 不过仍然坚持带领聚会 讲道 直到最后他支持不住而昏倒 李崇德感染伤寒这个致命的病 当地既没有医生 也没有适合的药物 结果在二月二十五日主日的清晨 李崇德被主接返天家 当时他未够三十八岁 留下太太和一个未满十一岁的儿子 当然还有他刚刚要扩展的景婆族宣教事工 两个年轻的传道人 将李崇德葬在宣教所的后院 在他的坟墓前面 树立起一个木造的十字架 以纪念这位为主摆上 为中国人献上生命的宣教士 在李崇德过身之后 李师母继续在云南服侍少数民族的教会 直至到1943年的九月才离开中国 当李崇德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觉得十分远色 不知道这些令他忠心致死的宣教事工 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他们认为这一切都结束得太快太早了 很感恩李崇德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福音事工 不单止由他带领过的基督徒接手 直至到今天仍然继续 就连他从未去过的宣教工厂 也都有人承计他的心智 为主抢救灵魂 至于当年他曾经带过的两位年轻传道人 其中的沈保罗 后来成为华人基督徒当中出名的牧者 他不单止带领无数人信主得救 还鼓励很多基督徒成为宣教士 直至到九十四岁高宁 他在翻天家之前 仍然努力见证福音 有好几次在不同的福音大会里头 沈保罗牧师见证地说 当他站在这位西方宣教士的坟墓旁边 举目仰望 仿佛在灵里面到了天庭 面对天父 他说 天父啊 一个白人的弟兄远到重阳 千里少少来到中国 为我们同胞而死 我是中国人 父啊 虽然已经将自己奉献 但是仍然愿意再次奉献给天父 只求你猜遣我去传福音 不敢离开你的呼召 更加不敢怠慢 你崇德慰主的福音忠心致死 他所结出生命的果实 并不是短暂而微小的 相反是蒙神使用成为丰盛的祝福 影响所及 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所求所想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至九节 使徒保罗曾经描述福音事工的奇妙 是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栽种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栽种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词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福音事工绝对不会因为 任何人的离开而消失 因为他是与神一同建造的事工 将来会和永恒的神互相连结 由人的角度来看 李崇德宣教士和他的事工 是鲜为人知的 但是在神里面 他为神付出的忠心 和所结的果子 神一定会令他成为人所共知 盼望我们由这些见证得到提醒 愿意将神赐给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投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面 我们不一定会受感召成为宣教士 不过我们同样能够被神使用 为福音的缘故 在生活内向我们的亲戚朋友 活出好的见证 成为属于神的永恒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